笨学徒 上一集我们说到 就在这个时候 村子里的蓝精灵们都进到了房子里 大家过来解救笨笨了 蓝精灵们把浆糊 树胶 石膏 淀粉都倒在一个大盆里 准备将它倒在格格乌身上 趁格格乌不注意 一大盆混合物从它头上浇下来 不一会儿就凝固了 格格乌没法动弹了 蓝精灵们赶紧给笨笨放了出来 蓝爸爸也打开魔法书 查看解药的配方 它们只缺三根猫胡子了 笨笨自告奋勇要去拔胡子 这是它自己闯下的祸 不能让其他蓝精灵替它冒血 它刚走出门 蓝精灵们担心笨笨的安全也跟了上来 笨笨它们来到了森林 大声叫阿兹猫的名字 在那儿 蓝精灵们发现了阿兹猫 它们在树上绑了个绳圈 想要用绳子勒住阿兹猫 阿兹猫果然进了绳圈 不过它实在太重了 绳子对它没有作用 墨笨捧着一大瓶麻醉剂跑过来了 木塞因为它跑得太快而弹了出来 麻醉气体也随之散发了出来 墨笨被麻醉剂晕倒了 趴在草地上动不了 阿兹猫跑过去想要吃了它 笨笨看到墨笨有危险 立刻冲了出去 用锤头很好地砸向了阿兹猫的头 阿兹猫被砸晕了 在一旁的笨笨赶紧掏出了它的镰刀 割掉了阿兹猫的三根胡须 它们赶快回去 把胡须加进解药里 配置完成了 笨笨喝下了解药 终于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蓝精灵们赶紧离开了格格屋的家 几天后 一切恢复正常 笨笨又开始调制东西了 蓝爸爸他们听说了 赶紧去找笨笨 生怕他再闯祸 可这一次 笨笨做的不是魔法药水 是个蛋糕 虚惊异常 蓝精灵们哈哈地笑了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